这边晚上的时候 常常有民众经过的时候 灶明也不好 就会不小心掉进去 然后造成一些受伤 麦金露就是这一段 没有水沟盖被民众诟病 接获成情的市议员郑文婷 特地办理会刊 服务处有接到民众成情 就是说在这个加油站 对面边的这个水沟 长期以来都没有铺设水沟盖 那即便像市政府这边来提出成情 好像也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解决 那因此我们今天特别来办理会刊 苦民所苦 议长童子威与市议员吴华家 也亲自到场关心 公务处指出不做排水沟的原因 因为对面是陡坡 然后雨大的时候夹杂一些泥沙冲下来 那根据经验的话 那边会有宣泄不及的情况 所以如果加盖的话可能会阻挡 它那个泄水的量可能会不足 了解原因 也呼吁民众走对面侧才安全 同时也要求相关单位 要做好安全措施 与清除的动线指引 谢谢文庭总召接获这个民众的陈情 在我们边坡护栏上面 还有人行空间的关注 那我们今天要也 他们也特别要求公务处 来做好这个相关的防护措施 让民众有更安全的通行空间 因为这边大概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全国加油站这一排才有办法行人走人 那就应该要求市政府的相关单位把标识做得更清楚 那边坡做得更安全 让民众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呼吁我们的附近的市民朋友 大家如果在行经这个全国加油站对面这一段的时候 希望可以大家可以走到加油站这一边来 会比较安全 那也因为我们对面那一侧其实是有落实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请我们市政府可以加强防落实网的维护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呼吁民众行经此路段速度放慢 遵守后制平安回家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